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朝成化年间 胡广武昌府江夏县 有个秀才姓曾 明学深 他父亲曾前级 原是举人 和母亲装饰只生的他一个 自然是爱如珍宝 他五六岁时 有个算卦的 给他算完说 以后会举尼姑为妻 曾前级和装饰都到这算卦随口胡扯 完全不信 可奇怪的是 与他论婚 再也不成 是像这样一位貌美的少年才子 而且父亲是笑脸 家境也算厚实 难道这些简女婿的 还不肯把女儿给他吗 却说庄夫人母家在黄州 去武昌二百里 还有母亲 快已七十多岁 今见儿子大了 便对他说 你外祖母处久不通阴信 你如今年已长成 可走一遭去 那曾学深的外祖母始于是 外祖父庄裴蓉 曾做过江西九江府之府 已没了多年 母就庄德音 原任南之巨荣县直线 因告终养在家 当下于夫人和庄德音 见曾小官人到了 和家欢喜 彼此问了些近况 就叫家人打扫一间书房 安排他们休息 那时正是暮春天气 黄州地面景致甚多 曾学深日里上街 偶然听说有一个观音啊 就是尼姑庵 那里有四个美貌的尼姑 曾学深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 心中想到 既有这个去处 我明日去走一遭 四日天明 吃了早饭 她便独自一个 走出墙门 问到观音安前 见那安门闭着 轻轻敲了两三声 里边走出个七十多岁的佛婆来 问 那位 曾学深说 是来游玩的 佛婆便领她到大殿上 恰好四位尼姑在那里做法事 都是带发修行的 一个个都生得标志 一个幼年三十左右 一位在二十四五 一个二十光景 只有一位小的 格外可爱 梅四远山咸脆 目炉秋水凝深 七般黑青丝鸭鬓 雪阳白粉脸寒春 樱桃起初 佛经卷卷处佳音 玉笋抽食 法器斑斑做妙想 若非游玩山中见 定是湘王梦里逢 曾学深见了 不要说是销魂 连破也都化了 等他们做完法师 与他们逐个打了招呼 众人都去烹茶席展 只留着小的在殿上陪课 见曾学深不转眼地看她 便把头低了 曾学深问她 青春多少 答道 一十六岁 曾学深又问她 俗姓什么 法号叫什么 答道 姓陈 法名翠云 曾学深逗她说 好奇怪 小生恰恰姓潘 只见她立即起了身 样样地走了开去 不多时 众尼姑送出茶来 又捧出十多盘子国品来款待 曾学深向众尼姑一一问过姓名 那三十左右的答道 贫尼较白翠松 指着二十四五的道 这位梁翠白 又指二十岁光景的道 这位圣翠岩 便问 相公高兴 曾学深不跟她说真姓名 便顶着上文来说 小生姓潘 曾学深又闲话了几句 便起身作别 四日中饭后 曾学深去见外婆 说到朋友家中去 今夜不回来 家里不必等候 说罢 便又出门 网关阴安去 只见安门半开 便推将进去 走到大殿上 白翠松和良 胜两尼姑 陆续都见过了 却只不见翠云 曾学深心头疑惑 好像不见了什么珍宝一样 却又不好就问 众尼姑当下整修蔬菜款待她 曾学深说 千万不要费心 若是这样 小生就走了 众人不听 却也不见曾学深走 曾学深被白梁俩人 拉了进屋去用斋为由 坐下后 饮了几杯 天已见婚 却只不见陈翠云到来 曾学深只能起身说 天已晚了 小生且暂别 明日再来 不料曾学深被白梁俩人继续灌酒 曾学深不胜酒力 喝了个大醉 她家人就去关了门 扶她到床上 替她脱去衣服 把她做了一夜 孟子上友谊其一切的奇人 四日天明 都走起来 曾学深晓得她两个的座位 实在不肯把翠云给她见得了 就告别要回了 过了几天傍晚 曾学深来到安 只见白翠嵩和个少年出安 一路说说 笑笑走了 心下想 她走了就好了 只有梁翠百一人 我也不怕 就走进安去把门敲了两下 却是圣翠岩出来开门 曾学深假意问道 众位姑姑都在吗 圣尼答 白师兄刚才出门 想要明日回来 梁师兄这两天也不在安 曾学深见说 心中大喜 就说 劳烦姑姑灵小生见陈姑一面 翠岩便引导她去 却是是另一所愿 来到那房前 翠岩叫道 翠云 客人到了 只听见一蓬的异响 翠岩微笑道 闭了门了 曾学站在窗外 想要说话 却爱着圣翠岩在旁 不好说的 翠岩见她这光景 就走了开去 原来翠云虽在这个安里 却和圣翠岩都是女目真洁的 因此两人最说得来 翠云常想 自己这般美貌 在空门中怕有人欺悟 思量则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嫁她 前日在殿上见了曾学深那表人才 也颇有动心 直到翠岩说她为了自己 明日又来 却被白良两人灌醉了 两个对付你一个人 心里好不忍 曾学深听了这几句真烈的话 越发爱慕 说 小姑姑这般真烈 难道小生敢来败坏你明节 但小生自见了尊荣 不胜启目 继小姑姑有从人之意 小生也并未联姻 不知可恳去我府定终身吗 翠云点点头 次日早饭后 正要再出城去 找个机会进安 却见家中打发人来说 他父亲得了重病 病逝沉重 叫回家 曾学深听了着急 哪里还有心情寻花问柳 就连忙收拾行李 连夜赶回家里 走进去看他父亲时 已经不能开口 见儿子到面前 只垂下两行类 曾学深心如刀割 此时正是中午 手到黄昏时分 曾前级静负了膝 曾学深放声大哭一场 便料理后事 设了灵作 可母亲在家守下 日月如梭 曾学深哀伤渐渐 舅舅想起翠云在观音安 可白 两两个妖妮同住 想他度日如年 这时母亲也急着给他婚姻 曾学深就对母亲说 孩儿前日在黄州 外祖母让孩儿联姻陈姓 实恕孩儿所愿 当时父亲病重 追了孩儿回家 出丧时节 孩儿哪里还说这话 因此未曾告诉母亲 既然母亲急欲定夺 孩儿婚姻 孩儿意思 要再往黄州探听消息 再以婚姻 庄夫人说 也罢 既是如此 我也正要派人看望你外祖母 你可即日去黄州 却等你外婆定夺殷氏 不料曾学深到了黄州 安已经荒废 空无一人 寻找几日未果 有幸而来 默幸而去 回到家母亲问她 曾学深扯了谎说 母舅说陈翁有事往月州去了 即是未能救归 等她回来 会通知的 庄夫人听了 也便无话 一歇一年 庄夫人不见黄州信来 对儿子说 你说母舅派人来通知 如何至今杳无音信 我也多年不去望你外祖母了 思量亲自走走 你可在家用心照看门户 到了次日 庄夫人却才问老夫人说 去年外孙回家 说外祖母要替她联姻陈宅 缘和至今并无回音 可是陈家不肯吗 于是老夫人听了茫然 摇着头说 并没有这事 我这里也没有门第 好好的什么陈家 这话好奇 却是哪里来的 于是老夫人劝说 你先不要动气 或者做母舅的 真有这话呢 且等她回家 便知分享 原来 那时庄德因有事 到九江去了 为得回来 庄夫人暂息了怒 却说黄州地面有座山 换作莲花山 山上有座庙 那菩萨吉林 庄夫人有层学身在身上时 许下怨心 躺得生男儿 亲自上山仇怨 行许多善事 后来生下增学身 几次要去了院 却因黄州府城到那里 还有两日之城 路远了些 又见庄夫人不能常来黄州 因此蹉跎下了 这次到了山上 摘现已毙 把故事食物也都分发了 便打叫回家 里山寺五十里 天色已晚 那边也有一个女安 庄夫人叫人去敲门 再行投诉 那安内老尼开门 说了些佛门套话 送夫人到房中休息 庄夫人因连日路上辛苦 吩咐丫头 刷了房门 便上床睡觉 突然从睡梦中醒来 见老尼推门进房 便披衣起来 坐起来 问着老姑姑 为什么却还未睡 有声话说 只见老尼领着个带发尼姑 来到床前 那灯儿远远在窗边桌上 火光下看不甚清楚 老尼只知道 这姑姑是过往的 也阴天晚 在此戒宿 他问夫人家在武昌 说有紧要话相托 来和夫人同房 夫人唐肯荣呢 便妮去拿背 来安排就在这地上睡 庄夫人道 这个何妨 老尼去了 庄夫人问那尼姑说 姑姑保安何处 今往哪方 这时候到来 那尼姑说 小妮姓陈 法名翠云 一向出家 在黄州南门外观音安 因去年师父死了 却一期在法云安师叔 往道成呢 现在要往莲花山拜佛 恰好遇着夫人 闻夫人家在武昌 却还不知道高兴 庄夫人到了姓氏 便又问道 从未实面 不知有何事相托 原来翠云自从师父死了 白两两个都跟了人 心中自想 潘郎一去无音信 我如今也不好回故居 去留个信儿 令潘郎知我下落防好 当夜遇着夫人 倒像见了至亲骨肉一样 诉说了些流难 颠沛光景 道 小妮俗家并无父母兄弟 只有一个表兄 姓潘 住在武昌 是个秀才 夫人回去 樊托子直背 传个口信与她 说小妮现在 黄州西去四十多里 宝珠村法云安内 十分伶仃孤苦 叫她早晚倒来一看 说吧 不觉眼泪滴 向庄夫人卧榻上 庄夫人说 小姑不必悲伤 我自叫我孩儿 替你送达就是 但不晓得 你表兄名号叫做什么 翠云回答不出 只推说有多年不见 那时她还又笑 未有名号 想起来她是鸿门中人 自然问得出的 庄夫人道 既如此 我替你叫人访问便了 当下各自安睡 庄夫人回到武昌进了门 便贺问曾学生说 你说外祖母要与你对什么陈家 又说母舅到陈翁岳州去了 没有得事 都是扯谎 你怎敢在我面前 这等放肆 庄夫人便又问儿子 你可晓得武昌地面 有什么姓潘的秀才吗 曾学生道 母亲缘何胡问这话 庄夫人便把莲花衫还愿 遇着陈翠云的事 说与她听 当下曾学生喜得 就如暴中了状元相似 双膝跪下道 望母亲饶恕孩儿 这潘秀才就是孩儿 庄夫人惊呆了 怎么说 曾学生便把道观音安遇见翠云 后来与定中深的事 诉说一遍 庄夫人听了 勃然大怒 啄啄子指了指儿子就走了 四日起来 想到这不孝子 我不爱惜 倒是那陈翠云 虽然那夜灯光下看不清楚 但听她说话 却十分令我舒服 这畜生从小 酸瓜地说她后来要娶尼姑 想也是命中注定 倒不如与她两人成就了吧 便叫曾学生来 吩咐道 事已如此 我倒可怜翠云 还是夏初托我说话 如今早又冬天 她那里眼巴巴望你 尼克打电去法云安走一遭 只要进门后瞒着外人 不要说是尼姑 就是了 曾学生听说大喜 即日辞了母亲 叫阿信跟着 来到黄州 顾两匹生嘛 主仆二人齐了 先问到宝竹村法云安来 来到安前 敲门进去 一个老尼接着 问说 相公何来 曾学生道 小生姓潘 有个表妹叫陈翠云 原是观音安出家的 闻目下在这里 特从武昌来看她 老尼道 来迟了 三日前 她另有个亲卷接了去 今后是不来的了 曾学生听说 吃了一惊 道 可晓得内亲戚姓什么 老尼说 不晓得 也不知道家在那里 曾学生回家后 渐渐地查不思 犯不想 突然病起来 其实翠云有个母舅 姓金 一向不同音讯 内舅母也是装饰 和曾学生母亲 试远房姊妹 其日到着法云安来烧香 侍逢仲尼出去了 只有翠云在安 彼此都不认的 叙述起来 才晓得是至亲 翠云诉说 落魄光景 内舅母十分不忍 带回家中去了 庄夫人心骄 正在忧儿子的病 却又黄州打发人来 说于是老夫人病危 追夫人去 庄夫人越发着貌 也顾不得儿子 执逐几个家人 好好在家服侍 自己即便起身 前往黄州 到的那里 于是老夫人已经归天 哭了一场 庄夫人和兄弟庄德音 并拿送丧的亲族 到坟上安葬毕了 陆续归家 她姐弟两个在后面 下起大雨 倾盆般泼下来 就都到一个村里躲雨 来至一家门口 庄德音认的也是亲眷 就和了姐姐进去 庄夫人要净手 那妇人便陪了到她房中 却见里头有位十七八岁女子 生得十二分美丽 在那里刺性 庄夫人道迟一惊 说 不想天底下原有这样的美人 你知道那美人是谁 原来那家就是金家 美人就是陈翠云 妇人是她舅母 她自从脱庄夫人寄信后 日日盼望着潘郎去 久不见到 只得站到舅母家中 庄夫人要净手 那妇人便陪了到她房中 却见里头有位十七八岁女子 生得十二分美丽 在那里刺性 庄夫人道迟一惊 过去再看是原来是陈翠云 庄夫人拍手说道 谢天谢地 真个说的她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原来却在这里 翠云也大吃一惊 庄夫人当日别了她生酒 和庄德因回到城中 心中记挂儿子的病 即日起赶回家去 时来日不在家 看她时 越发瘦得不堪 行也有些变了 见母亲回来 也说不出一句话 而啊 陈翠云道寻见了 心病还需心药医 这陈翠云寻见了一句 追到病人耳朵里 就如吃了鲜丹 眼睛面前一亮 突然站起来了 过了半个月 曾学生病已痊愈 那年五月内满了福 庄夫人就前人到 黄州去准及妻 则于九月二十日比阴 翠云的旧母允了 却又阴露远 要曾学生道比就婚 增加也是肯的 重阳节 庄夫人带同儿子 来黄州 庄德因处居庭 到了及妻 生肖古月 送去成亲 合婚之后 夫妻两个诉说别离情况 喜极乐倒都掉下泪来 过了几年 庄夫人遣人接儿子 媳妇 同回武昌 一对家人才子配合成双 真乃人人称义 个个切心 不要说是不晓得翠云来历的 异常称赞 就有几个知他戏 还俗尼姑 并私定殷亲 本来也都敬他的真姐 连他的落魄 又喜他现在的得索 庄夫人见人情 如此 心中毫无芥蒂 幽间翠云性情和顺 十分小的妇当 夫人一发喜欢 倒比儿子又爱惜一分 后来曾学生中了两榜 点入汉林 直坐到掌院学士 生三男一女 却都是尼姑所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臀